在这个世界的阴暗处 存在着众多可怕的魔神 而在一处阴暗的角落里 竟有一位少年正在吞噬着魔神的血肉 为了能够在这个以武为尊的人魔世界生存下去 他最终化魔成神 踩着数亿魔物的头颅 走上了最强魔神的征伐之路 而这一切的辉煌还要拜这位无知的村民所次 从小就遭受着他们的霸凌欺辱 长大成人后还被他们逼近近地的枯井之中 而随着时间不断地流逝 困在枯井中十多天的他早已疲惫不堪 当他以为自己即将被饿死时 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魔物出现在他眼前 对着他松 我笑起来 可当他以为自己即将成为魔物的口头时 却发现魔物渐渐没有了动作 随后便坐在魔物的尸体旁陷入了回忆之中 回想起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安琪拉时 就能想起每次被欺负时 只有他会关心和照顾自己 而当他认为自己今后无法再陪伴在安琪拉身边时 内心深处突然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求生欲望 我不能就这样死掉 我一定要活着回去照顾他一辈子 如果我不回去 肖王他们一定会欺负他 所以我必须要活下去才行 紧接着他便对着魔物疯狂地啃食了起来 可就在他啃食掉一大块魔物的血肉 身体内突然爆发出狂暴的能量 瞬间便将他笼罩了起来 就在能量渐渐散去时 使上最强的魔神便在这一刻诞生了 不久后就看到他从枯井中跳出来 当他看着自己身体的变化时 还以为这一切都是在做梦 而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 已经拥有了吞噬任何东西 就能获取相应能力的强大力量 而此刻树林中 却有一位村民看到了他身上发生的一切 接着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树林 就在一只蝴蝶从他身旁飞过时 瞬间便将蝴蝶吞入身体之中 可当他还没来得及反应 一对蝴蝶翅膀突然从他背后找不出来 紧接着便看到他不受控制地飞到了天空中 直到撞在一棵大树才跌落下来 而这一幕却被村民禁收烟 这个少年正在大口啃食腐臭的尸体 哪怕吃到呕吐不止也不愿停下 然而少年固知道的是 自己此刻吞下的是一头魔神 相传千年前 最强魔神降临 意外的是魔神心善从未杀过一人 可魔始终是魔 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所谓正道讨伐 百年不得安生 只因他的心脏是窥探天道的最佳神药 各方势力为此争得失衡遍野 战火蔓延整片大陆 导致百姓民不聊生 最终神灵派出十八天将前往人间 不得已将魔神心脏封入六道轮回 并且布下换身大阵魔神只能转世投胎 至此世间才恢复了往日安宁 谁曾想魔神的肉身被少年吃下意外重生 并且渐渐觉醒了前世的力量 可他却将这股力量压制回去 只因他喜欢上了一个人类女孩安琪拉 可正当他要对安琪拉表白时 突然落下一张大网将独一掉了起来 随后缓缓地走出来几个恶霸 见到独一被制服 为首的红毛幸灾乐祸地对独一恶语相想 还强行搂抱着安琪拉想对他上下其手 谁曾想安琪拉是独一唯一的逆龄 谁都不能碰 愤怒的独一终于不再压制自己的魔神之力 正开大网一个剑步上前掐住红毛 随后将他重重地砸在地上 就在独一想要结束他的狗命时 安琪拉却大声呵斥他 因为安琪拉知道 一旦独一杀了人 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 听到女友的呼喊 独一也渐渐地冷静了下来 简单地教训一顿红毛便让其离开 就在此时一众村民拿着武器将他围了起来 并且控诉着独一刚刚的暴行 而他们现在认定独一就是个无父无母的怪物 当即就要将他封印在镇魔石之下 村子还能借此获得上级的大量奖赏 而独一也对从小长大的村子彻底心灰意冷 当即再度使用了魔神之力 村长也立刻下令让众人将独一抓起来 甚至不惜动用上面奖赏的神器结硬件 但就在这时 一群魔灵纷纷朝着此处赶来 这群怪物将村民围住 却全都跪在男孩面前 只因魔神是个吃魔不吃人的怪台 并且为了避免人类女友受到惊吓 他竟开始手撕自己的魔灵 然而被欺压已久的群魔终于在此刻爆发 开始对众人展开了疯狂的屠杀 魔神见到魔灵已经杀红了眼 直接将一条魔龙的头颅砍了下来 随后对着众多童族也是毫不熟润 只因他是个吞噬了魔神之力的人类 而随着他的出手 群魔变得愈发暴躁 独一见状就要带着女友离开此地 可安琪拉却不忍看见大家命丧魔灵口中 而这边面对群魔的攻势 众人只能苦苦支撑 哪怕是最强的村长也为保护村民身受重伤 看着这一幕独一在原地思绪良久 最终还是悍然出手相助众人 只见他右手直接化作麒麟臂 随后将魔灵一个接着一个地砸入地面 众人看见这一幕 纷纷被惊得愣在原地 他们不理解为何变为魔神的独一会前来帮忙 独一解释到只是为了让安琪拉开心而已 随后便要带着安琪拉远走高飞 可这时魔灵的追兵再次袭来 慌乱中一个小孩不慎半倒在地 安琪拉见状立刻跑去将小孩抱在怀里 正当他要离开时 背后却突然冲出一个血手螳螂 然后一刀便划破了安琪拉的心脏 哪怕独一以最快的速度冲过来将其大卸八块 也不能阻止安琪拉生命的消失 这一刻独一带着满腔的恨意走火入魔 冲进人群中就要大开杀戒 还好村长及时利用安琪拉的名字将他唤醒 而清醒过来的独一抱起 安琪拉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并且对村长说自己不会留在村子里当的祸害 谁知村长却出言留下了他 并且对他说起了一段秘性 当传所有的魔物都源自于始祖 他强大无比 更是创造出了可怕的魔灵 而魔灵又召唤出了最低等的魔物 也就是这时龙组织的出现 拯救了世界 他们合作击杀或封印了各种魔物 而你身上寄生的魔灵 乃是十八个魔灵中排列第八的士皇 拥有吸收的能力 曾是一方霸主 而他更是难以杀死 最终被封印在了陷阱之中 经过了数百年的时间 镇压世荒的地方 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数百人的村庄 它就是现在的桃园村 如一 我若是拼了老命 现在就能将你封印起来 但我看着你长大 你也并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 我现在不会杀你 更会让全村为你保守这个秘密 但外面的世界远不止现在这么简单 你要做好独来独往的觉悟 如野兽一般活着 不要靠近人类 听闻村长的劝解 男主心中也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但依旧没有任何留下的打算 并继续带着逝去的安琪拉离开了这里 将安琪拉安葬好后 独一也想起了安琪拉生前对她说过的话语 你曾告诉我 越被看成异类 越不能服输 越要站直活出人样 现在与野兽无异的我 将遵循你的话语 去寻找成为人的机会 村长最后的话语也出现在脑海之中 在桃园村历代村长流传下来的典籍中 魔灵史知晓人类与魔物转化的办法 虽然具体内容已经随着时间而消散 但总会有组织记载着 行组织 被誉为对付魔物最强的组织之一 你只需要向东南的方向一直走 就能找到他们 好孩子 混入他们 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不然 他们会杀了你 更强大的魔灵浮出水面 史上最牛逼的路人甲 森林之中 一个黑色的身影正朝着森林深处狂奔布置 原因竟是身后有个不讲武德的老六穷追不舍 注意到身后老六的逼近 这魔物也来不及躲闪 结结实实挨了一个月划二连击 重新站起的魔物也准备证明一下自己身为魔物的尊严 老六的队友也接二连三地赶到准备干翻眼前的魔物 魔物看到老六的同伴越来越多 更是张开巨口朝着众人来了一场河东事后 一个个老六也纷纷中招痛苦地捂起了 就在这空隙之时 魔物也凭空在空中画出了一道传送门 准备溜之大吉 就当魔物准备跨越传送门逃走之际 一金发美男子勾勒起红色的丝线瞬间出现 而这金发美男子竟是这几个老六的对称 金发美男子也没有理会众人 以己之灵 负灵于此 随着咒语的念出 红色丝线也变得有了生命一般 朝着那黑色魔物追踪而去 竖刀丝线也扎入了那黑色魔物的身体之中 金发美男子也顺势一程 但那红色丝线的作用微乎其微 丝毫没有阻断了魔物的逃离 对于这样的结果 金发美男子更是气得咬牙切齿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魔物离去 但队员却对这样的结果见怪不惯 真是晦气 又让他给跑了 不是说他只比世荒厉害一点了 怎么那么难抓 怎么连队长的红束绳都抓不到 那下次该怎么办才好 见自己的小弟们纷纷气馁 金发美男子也试图用企业文化 让小老弟们恢复信心 一段安抚之后 金发美男也说起了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魔灵空野的出现 会使得周围的魔物暴动 这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 红束绳上还有他残留的气息 跟着红束绳的指示 去找到魔灵空野衍生出来的其他魔物 并将其消灭 老六 老八 老十 你们分别率领三组小队 将此事解决 收到指示的小老弟们也纷纷应声 其中一个小老弟却对此有些疑问 看到居然有小老弟对自己的指挥不满 金发美男也不满 朝着小老弟质问道 你还有什么事 小老弟见此也疑惑地表示 你让我们干活 那你自己去干嘛 金发男看到小老弟是因为自己不干活 导致的心理不平衡 也如实说道 因为夜城不对劲 要前往夜城一探究竟 男主也因为路途之中 听闻了行组织的孟丘小队 要在这里选拔人手的消息 特地前来夜城查看 而这里的繁华也令男主惊讶不足 过往的行人也纷纷讨论着 有关于这次夜城选拔的事情 并不断吹嘘着孟丘队长是多么的牛逼 还没等男主上前打探有关于孟丘的消息 这两个小老弟便将有关于孟丘的所有消息 全部吐露出来 再听到孟丘的红树绳 有识别魔物伪装的效果 男主也不由地咯噔一响 担忧起自己是不是也会被发现 这时 一个刺头男看着穷酸的男主 也以为只是个臭乞丐 不由分说的对着男主就是一顿输出 见男主对其并不理睬 这男子更是得寸进尺地推丧起来 更是扬言到自己可是很金贵的 让男主这个不知道从哪来的臭乞丐赶紧归远点 这一番操作下来 一旁吹牛逼的二人也看不下去了 对着那刺头男就是一顿嘴炮输出 男主眼见事情越闹越大 心中也暗到不好 而为了不引起过多的关注 直接起身朝着远处跑去 考研二人组看着男主远去 也不由得难闷 明明自己是在帮他 他却跑得猴快 一处忧生地向嘴 男主正不断变得虚弱起来 因为这段时间连续不断地感动 导致男主对于吞噬活物有了很大的需求 而为了压制这种感觉 则需要男主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待上一会 恰好就是这时 一个小男孩正被一个巨型蜘蛛当作了今日午餐 就在绝望之际 小男孩突然注意到了男主的声音 不断地发出呜呜的声音朝着男主求救 卢一听闻头顶的声音 也好奇地打量了过去 见到头顶的男孩声令垂微 卢一也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一个起身就朝着那魔物冲了上去 一击便将那巨型蜘蛛抽飞 同时将掉落的小男孩抓在手中 平安落地之后 男主也查看起小男孩的身体 男主也放下心来 就在独一疑惑为什么城中会有魔物之时 一股奇异的味道传了过来 这股气味更是勾起了独一身体之中的饥饿感 并开始犹豫要不要吃掉眼前的小项口之外 一个小老弟正准备进入巷子之中 却被及时赶来的孟就拦住了去路 见到是自己的男神之后 小男孩也停下了脚步 指向了项口之中的玩具车 孟就见此也向小老弟保证一定会将玩具车取回来 并需要小老弟去帮助他去转告周围的人 不要接近黄雾气 小老弟一听自己的男神发话 赶忙点头答应下来 见小老弟离开之后 戴好面罩的孟就也独身走进了巷子之中 男主差点被医生扒了裤子 与孟就的第一次会面 自上次事发之后 小男孩也并没有被独一吃掉 独一更是出现在一处房屋之中 并已经昏迷了好几天 也就是这时 男主被小男孩吵闹的声音惊醒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见到独一醒来 小男孩更是兴奋地叫喊了出来 听到屋内的响声 粉毛女医生也闻声而来 哟 你可算是醒了 我还以为你醒不了啊 说着就朝着独一伸过手去 准备给独一好好检查一番 警惕的独一又哪里会让他检查 直接一把推开了他 见独一的警惕之心如此强烈 粉毛大妹子也讲述起事情的原文 简单地说 就是你救了这个孩子 却因为吸入独物昏迷了 后来被孟就发现 并把你们送到了医院 小男孩的母亲见词也补充道 因为你一直吃吃未能梳醒 我和丈夫也就在这里一直守候着 粉毛大妹子坚壮 便又一次朝着独一提到 是否能开始检查 独一在了解完前因后果后 也答应了下来 粉毛妹子更是仔细地从头到脚 挨个检查了一番 甚至用力朝着独一的背拍了两下 最后更是一把扯去了独一的被子 准备深入检查一番 独一见词哪里还能顶得住 一把薅回被子赶忙结束了检查 粉毛妹子见词也黑黑一笑 还真是个腼腆的小男孩呢 以后出了问题可不要找我 这时 房间的大门突然被打开 孟九也朝着屋内走来 听说那孩子醒了 并朝着粉毛女提出了 要和独一单独聊聊的要求 粉毛女也识相地乖乖离去 独一看到来人 也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并猜到了眼前的人就是孟九 孟九见他们都离去后 也拉开了一把凳子坐了下来 不要紧张 也没什么大事 独一心中更是警觉地想到 这家伙该不会那天看到了 我当时的样子吧 但表面上依旧有条不紊地说道 你想问什么 孟九见状也不再废话 直接切入了主题 询问到独一当日在现场 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地方 独一也有些心虚地将脑袋撇了过去 我什么都没有发现 我那天只记得头很晕 就昏过去了 孟九此时也发觉到了独一的不自然 虽然这看起来只是一场小小的魔物暴动 但清理那片区域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株来自于南方城市的魔物 很显然 它是被人放在那里的 听到孟九说到重点 卢一也终于放下心来 看来孟九并没有发现自己的特别之处 转而惊讶地说道 魔物还能放置 孟九看到独一充满底气的样子 也明白了这次询问 看来是得不到什么结果 独一也简单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并把一切多余的事情隐藏了起来 见到独一半真不假的发言 孟九也识趣地结束了这次访谈 而这时 门外的敲门声突然传来 孟九也借此机会准备起身离开 选拔赛要开始了 我要走了 独一听到选拔赛的字眼 顿时来了精神 孟九也敏锐地察觉到了独一的反应 疑惑地问道 你也要参加 但紧接着又否定了 我建议你不要去 说罢便转身离去 如一见词也不满地问道 为什么 孟九淡淡回头 冷声朝着男主说道 你会死的 世荒算是十八位序列的魔灵中较为弱小的 就算是这样 先辈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结果也不过是将其封印在了深井之中 一百多年过去了 世荒仍为死亡 听到这里的独一自然不会傻乎乎地告诉他 世荒已经被自己吃掉了 孟九依旧头也不回地朝着屋外走去 人类就是如此弱小 而你只是比别人多吸入了一些包子 就昏迷了好多天 你实在是太弱了 所以注定会死 我劝你还是回家好好的生活吧 这样一秒还不可一世的大星星 下一刻便惨遭打脸 看着离去的孟九 男主也若有所赐地陷入了沉默 可是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世荒了 哪里又有我的容身之所呢 此刻的独一也在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回归以前的生活 加入行组织 找到变回人类的办法 选拔现场之中 也早已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 他们的目的都只有一个 加入行组织 男主也已经从病房之中离开 来到了选拔场地之中 就在男主感叹竞争对手之多的时候 也差点被迎面走来的巨物撞到了脑袋 险些被当成流氓的独一 也赶忙朝着刚当的妹子告歉 而那妹子也丝毫不以为意 轻轻地瞥了独一一眼 站台之上的孟九也高声宣布起来 本次的比试内容很简单 无论你们用什么方式 只要圈内剩下两百人 那两百人就自动过关 加入行组织 随着一道烟花在赛场之上炸开 比赛也正式开始 台下的众人也在这一时刻起起动 朝着身边的人攻击起来 场面也一时之间陷入了混乱之中 独一看着说干就干的众人 也不由得吓了一跳 城里人就是会玩 而一个猥琐大汉也注意到了 刚刚那个青绿色头发的妹子 而后更是率领着同伙 朝着妹子围了不去 小妹妹 听到这些猥琐男的话语 青发妹子也淡然一笑 将身后的长刀缓缓地抽出 我呀 最不屑与弱者为伍 仅用刀背一个雷霆半月斩 便将面前的猥琐男砍翻在地 考研二人组的身影 也出现在了这场大会之上 兴奋地交谈起来 而这时 一个眼尖的小老弟也发现了考研二人组 兄弟们 看那里有两个弱鸡 尤其是那边那个小矮子 一看就弱不禁风 跟我上 干翻他们 那男子听到小矮子这种勇敢词 脸上的笑容也瞬间消失 你刚刚说谁矮 随后直接掏出了手中的机械帘 朝着周围无差别的设计起来 都给我死 给我死啊 而男主这边自然也不缺乏找上门的大哥 只见一个男性荷尔蒙茂密的大猩猩 不懈地看着独一 更是扬言要让独一尝尝社会的骨靶 好让男主认清热闹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凑的 说罢大猩猩也做好了暴揍男主的准备 男主这边仍旧劝说着大猩猩放下狐刀立地成佛 但大猩猩是何许人也 直接挥舞着沙包大的拳头便朝着男主杀来 男主对于面前暴躁的大猩猩 也一脸无奈 这人是不是不会用大脑思考啊 然后朝着冲来的大猩猩抬腿 就是意见 大猩猩也瞬间失去了刚刚的威势 被踹飞了出去 看到此情此景 大猩猩的小弟也被吓得够呛 高声呼喊起自己的大哥 而那个大猩猩也已经倒在了擂台之上 嘴中不断地吐着白沫不省人事 独一也将目光投向了剩下的人 一起上吧 别浪费时间 这个少年因吃下了魔神的肉而变成人妖 春日部防卫队的正式成立 在解决完上门找事的大猩猩后 独一也朝着其余的人勾手道 一起上吧 别浪费时间 但目睹了自己大哥被轻易解决的小弟 也接连后退 这时 机关男突然一脸惊恐地朝着一旁指去 喂喂喂 快看那边 一道红厚的声音也从男主的身后传了出来 待男主转身看去 一个浑身散发着死亡气场的光头佬 就这么怒视男主的身子 就在男主斗志昂阳准备好好的大干一场的时候 刚刚还一脸凶向的光头佬 也瞬间化身成为了温顺的小猫 挠着脑门离去了 小矮子看到独一身旁连个人影都没有 当即断定这必然是个强者 朝着身后的爆炸头提议 我们去将他拉拢过来好增强实力 但又悠悠地说道 还是在观察观察吧 一旁的爆炸头也忍不住吐槽起来 你都快被打成猪头了 怎么还能输出这么自信呢 卢一虽然因为没能来一场 酣畅淋漓的战斗而失望 但同时也庆幸到自己 虽然是普通人的状态 但也要比一般人强 片刻之后 台上也传来了梦咎的声音 选拔赛结束 恭喜诸位选手入选 而场内正打得热火朝天的人们 也纷纷定格在了原地 朝着台上看去 一时间 疑惑的声音布满了整个赛场 这就结束了 今年的选拔赛是怎么回事 但同时也有庆幸的声音 夹杂在其中 好险好险 差点以为今年没戏了 警惕的独一也不解的想到 就这么简单就入选了吗 而抱有这种想法的 也不只是独一一个 甚至还有被打成猪头的小矮子 高台之上的梦咎也朝着台下宣布道 接下来你们自行组合 十人一组 今后你们会一起生活训练 一起封印魔灵 不过 我要提醒你们的是 队友的强弱决定了 你每一次除魔的生死 就在独一还在愣神之际 小矮子也朝着独一投来了善意 我叫西亚 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如你所想的一样 我们都觉得选拔才刚刚开始而已 我们很需要你的力量 警觉的独一也对小矮子的 社交能力感到意外 担忧起自己的身份是否会被识破 但最终还是朝着小矮子 伸出了代表联合的善意 随着独一的加入 小矮子的队伍也成功达到了十人 小矮子更是兴奋地嚷嚷着 要给队伍起一个响亮的名字 并在一群人傻眼的目光中 疯狂地自言自语 春日部防卫队 宇宙无敌吊炸天队 并擅自决定就叫春日部防卫队 就在这时 粉毛女医生也突然出现在小矮子的身后 我是你们的临时领队 你们可以叫我坦尼亚 接下来我会带你们去宿舍 并为你们讲解一些 你们需要知道的事情 那个少年因吃下了魔神的肉 而变成人妖 一场阴谋也将浮出水面 很快 在坦尼亚的带领下 一行人也来到了宿舍之外 坦尼亚更是朝着众人讲述起了 有关于孟丘小队的事情 并爆出自己也是其中一员的猛样 随即更是朝着身后的队员看去 在不久的将来 你们也会为了守护这个世界而到处奔波 众人在听到如此崇高的任务后 更是焦急地朝着坦尼亚问道 还需要多久才能像你们一样执行任务 但得到的回应却只是随口的一句敷言 就在坦尼亚准备推门而入的时候 突然回身朝着众人说道 行组织都是以强者为尊 但孟丘队长和我都认为 像野兽一般警醒更为重要 进来宿舍的大门之后 坦尼亚也扔下一句日后祝你们好运 便潇洒地转身离去 去接应其他入选的成员了 坦尼亚离去之后 卢伊也率先开口 我总觉得坦尼亚一有所指 绿毛小姐姐也肯定到独一的想法 一旁的小萝莉也支支吾吾地开口 你们不觉得这次选拔有点太快了吗 似乎还没有结束 而我感觉 那个所谓的宿舍 其实就是个陷阱 我们还是快走吧 但这一提议 也瞬间遭到了独一和绿毛小姐姐的反对 被吓尿的小萝莉 更是深受打击地蹲在地上 扬言自己哪也不去 但独一却没有丝毫后退的意思 直接迈着步伐朝着宿舍之内走去 半想之后 绿毛小姐姐也朝着众人会报道 我和小妹查看了二楼所有的房间 没有异常 独一也朝着众人说道 院子和一楼我也都看了 无异常 就连小矮子也掏出了 自己在路上买的探测器道 什么也没有发现 小萝莉见一切正常 也提议道 是不是就是我们想多了 坦尼亚就是随口那么一说 但却被独一否定 坦尼亚不是那样的人 我之前跟她有过接触 显然 她并不是那种 会无缘无故说这种话的人 见又一次陷入了沉默 小萝莉也再次打破寂静 现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独一三人又一次的一语同声 当塔楼之上 坦尼亚也朝着孟丘汇报起来 这些孩子们有很多从未见过魔兽 或许他们会被幻境中的魔物吓破了 孟丘的声音也淡淡地传出 这样总比让他们 直接去面对魔物送死要好得多 坦尼亚见词也不解地询问起来 上面明明要求 这次要放宽标准多招收一些人 你却想利用幻境吓跑他们 你这样怎么跟上头交代 对于坦尼亚的担心 孟丘却显得一脸无所谓 一切的后果罪果将由我一人承担 随着孟丘的手中蓝水晶的爆开 一道结界也将整个宿舍包裹在其中 与此同时 结界那刚刚入选的人们 也一瞬间察觉到了什么 一道金色的身影也突然地出现 孟丘 任谁也想不到 我已经潜入了这里 还会给你的幻境试炼加点好东西 一个巨大的阴谋也就此展开 收割的时机成熟了 那个男人竟然在推散着身前的小孩 但他不是在以大蹊跷 而是强迫他收下自己的猎物豪补身子 茅草屋内 安琪拉静静地坐在独一的身旁 嘴中也不断抱怨着独一这个懒虫 竟然睡到现在还不起床 见独一久久不醒 也一肚子怨气地朝着身旁的老爷子说道 爷爷都怪你 老爷子也只是满口宠意地答应着安琪拉 然后独一也被身旁的吵闹声给惊醒了 一脸疑惑地看着床边之人 安琪拉 见独一醒来 安琪拉也略有困意地揉搓着眼睛 太好了 你终于醒了 你自从上次摔下山崖之后 整整昏迷了三天 独一看到明明已经死去的 安琪拉又一次地出现在眼前 也警惕地说道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安琪拉听到独一这种话语 更是直接朝着身旁的爷爷说道 爷爷 他的脑袋好像出问题了 爷爷也应声而起 准备去找医生来 见到二人如此大动干戈 独一更是焦急地喊道 等等 我们能不能先聊聊 片刻之后 独一也知晓了这里的前因后果 仿佛一切都有了一个今天大反转一般 明明是村中长老的老爷子 现在居然成了自己爷爷 从孤儿院一直在一起的安琪拉 如今竟然和自己一同都是长老的孩子 对于这种剧情 独一也无法接受 明明我掉到村中的井中 变成了魔物 后来安琪拉死了 我加入了型组织 明明这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而我能魔化 这就是证据 安琪拉见独一不信 更是拉起独一要带她见见外面的一切 试图唤醒独一 在那之后 安琪拉先是带着独一来到了小时候经常玩闹的地方 又带到了独属于他们二人的回忆之地 又或者是他们每天散步的必经之路 尽管现在的一切都很真实 但独一却丝毫没有沉浸其中 反而联想到了这是选拔赛的内容 就在独一思索之时 却被面前村霸欺负人的名场面所吸引了注意 看到村霸即使是在这里 仍旧是那一副恶霸的模样 独一的心中仍旧是那样的厌恶 但独一却将一只兔子扔到了小男孩的手中 原来竟是村霸让小男孩拿走兔子补营养 对于村霸的这等形象 独一更是将心中的话语脱口而出 她怎么会变成这样 就在独一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突然察觉到身旁的安琪拉竟然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 待独一回头看去 却发现周遭的场景依然变了一番模样 安琪拉竟然就那样呆呆地在原地 如同提线木偶一般 独一的脚边 无数个手掌也从幽深的沼泽中伸了出来 看到这诡异的场景 独一也不由得冷汗直冒 突然间 一把座椅冷不丁地出现在独一的身上 独一的身前也出现了一张长桌 上面摆满了饭菜 而正对面的正是安琪拉的身影 所有村民也都出现在了餐桌之上 一脸怪异地看着独一 其中一人更是淡淡开口 独一 你怎么不笑呢 你不开心吗 男主竟然被这个女人疯狂抽打 原因竟是男主陷入了幻境 在那之后 一只只从沼泽伸出的幽绿色手掌 也将椅子上的独一包裹 最终独一也沉沦在了这种诡异之中 嘴中不断呢喃着 开心 开心 宿舍楼内 紫色的藤蔓布满了周围的一切 在那紫色藤蔓的深处 更是传来了稀稀苏苏的声音 扑斥一声 一只手臂竟从那藤蔓之中伸了出来 紧接着 绿毛小姐姐竟从中钻了出来 但正脱出来的小姐姐 更是直接摔在了地上 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绿色气息 和这诡异的藤蔓 小姐姐的心中也充满了畏惧 而被这藤蔓所包裹的人们 各个透露着诡异的微笑 更甚者或被吸成了人干 突然 小姐姐更是在一条藤蔓上 看到了独一的声音 而后也不在一路 直接拔出了腰间的佩剑 搜搜两刀 便将深处藤蔓之中的独一救了下来 尽管独一被小姐姐救下摔落到了地上 仍旧没有醒来的迹象 小姐姐看着沉睡不醒的独一 也将周遭的藤蔓全部斩断 但独一仍旧是死人一般沉睡不醒 看到独一似乎已经变得僵硬 小姐姐也不由地猜测到 独一不会已经死掉了吧 见此 小姐姐也不再犹豫了 大嘴巴子就靠着独一的脸上疯狂爽去 再装死了 再装死老子就干死你 一时间 清脆的巴掌声也在大厅之中响起 半想之后 绿毛小姐姐也打累了 无奈地揪起独一的衣领试图喊醒她 但身后却传来了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 绿毛小姐姐也闻声看去 只见一个被紫色藤蔓缠绕的人 已经变得瘦骨灵血 尽管如此仍旧在被紫色藤蔓贪婪地吸取着一切 而这些人们的脸上都有一个同样的特征 面部上挂满了诡异的笑容 见此场景 绿毛小姐姐也不由地抓紧了手中的短刃 冷汗也在一瞬间打湿了后背 但那一股股干湿也在藤蔓的蠕洞下 朝着一个地方汇聚过去 不多时 一个由无数藤蔓和干湿组成的畸形怪物 也逐渐有了雏形 扑面而来的窒息感也不禁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绿毛小姐姐也不由地惊呼了出来 为想要体会曾经的那种温暖 所以这个男人身陷幻境不愿醒来 西娅听到小姐姐的话语 也不知从哪冒了出来并纠正道 这是魔灵 不是魔物 小姐姐听闻也疑惑地问道 为什么行组织的地盘会有魔灵的出现 对此 西娅也直接叫喊道 你管它为什么出现 活力要紧 面前的藤蔓魔灵更是闪动起触手 并没有给他们任何逃跑的机会 直接将西娅抓了起来 反应过来的小姐姐刚想上前去救西娅 藤蔓也不知什么时候缠上了小姐姐的身体 西娅看到小姐姐疯狂挣扎 也劝诫到她不要再做无用功 越挣扎反而会更紧 想开点等死算了 另一边 安琪拉幽怨的声音也回荡在漆黑之中 你从醒来都没有相信过我 更没有笑过 难道我再还满足不了你吗 一边说着一边脱去了身上的衣服 随着衣服从肩上滑落 安琪拉也朝着椅子上的独衣抱了上去 这样的话 你会不会开心一些 而这一举动无疑是激怒的独衣 并直接幻化成魔神的形态 一刀朝着身侧的安琪拉斩去 妖物 安琪拉才不会这样 安琪拉的嘴中更是发出了野兽一般的低吼声 一只手臂也跌落在地 这妖物见词也不打算再装下去了 本来想让你死得开心 让我吃得更加美味 而后更是化成了宛如僵尸一般的怪物 小子 你竟然敢进酒不吃吃法酒 给我死 还没等怪物动手 独一的斩机却已率先砍出 身为妖物还那么多废话 直至怪物头颅与身体分离的那一瞬间 仍旧不敢相信面前的场景 你不是人类吗 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解决完怪物的独一侧身看去 淡漠的声音也传了出来 你的眼计太差了 而且这个试炼 还真是让人火大呀 至于幻境之外 西娅也奄奄一息 距离人甘只差一步 反观小姐姐则毫无反应 静静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就在西娅也放弃希望的时候 视野中的独一 突然挣脱了藤蔓的束缚 而后一个闪身便冲到了西娅面前 搜搜两刀 将身处绝境的二人从危难之中救了下来 被救下的二人更是大口地咳嗽起来 恢复着自身的体力 西娅也一脸幸福地打去起来 谢谢这位壮士 要不是你 我们就被戏干了 独一看着被救下的二人 也露出了善意的笑容 表示这都顺手的事情 突然 小姐姐更是惊恐地大喊起来 你你你 你是独一 看着面前头顶计较的独一 刚刚放松的心又一次地警惕起来 警惕地问道 你魔话了 痴汉疯狂骚扰的独一 独一仿佛想起了那日在村中的一切 一旁的西娅更是惊恐地尖叫起来 试图用迷人的舞姿逼退独一 看到西娅浮夸的模样 独一也有些傻眼 无语地说道 我还没到能够吃下小黑子的境界 二人听到独一居然还能认出这是小黑子的舞 也惊讶不已 难不成还有意识 独一见此也摆出了战斗姿态 比比看吧 谁才是资深的小黑子 虽然嘴上那么说 但心中也不免失望 大家都是小黑子 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呢 西娅二人也纷纷警惕 西娅更是直接压低了身姿 准备上前较量一番 下一秒 西娅趁独一走神 顺身来到独一的身前 结果却是一把抱住了独一的大脑 仔细地研究了起来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酷的小黑子 能魔化成这样还保持理智 太酷了吧 小姐姐显然也探出了独一的惊恐 并提醒到西娅 你收敛点 你已经吓到她了 独一看到大腿上的痴汗 更是流露出担忧的表情 你们都不害怕的吗 我可是魔物啊 小姐姐却不以为意 魔化就魔化 说得那么难听 你不是还有理智吗 吃汉西娅更是一脸潮红地 抱紧了独一的大脑 我也觉得无所谓了 毕竟你那么酷 独一也被突如其来的热情 整得有点害羞 可是可是 村长明明说过 如果被发现会被杀死的 西娅听后也难得地震惊了起来 的确 魔化之人 曾经给人类带来过沉重的灾难 而且还有很多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试图通过魔化强大自己 而为了抑制这种现象 则会对魔人采取极端的酷刑 以此来震慑那些痴心妄想的家伙 下一秒 西娅又变成了不正经的模样 你的村长只是想封印你 她的思想觉悟还蛮高的吗 独一听闻神情也缓和了不少 但西娅却一副奸计得逞的样子 独一 我虽说无所谓 但我可没说要放过你 听到西娅的话语 独一不由的一阵紧张 还没等独一开口 西娅便直接说到 自己想要独一帮她追捕魔力 而追捕的家伙 则是威名赫赫的死亡骑士 埃尔坦 独一则是一脸无味 就这 那我不小心弄死了怎么办 西娅也嘲讽起独一的自大 但最终这个交易还是打场了 紧接着独一又看向小姐姐 并询问其他的想法 但小姐姐却撩起脖子上的纹身 表明既不想杀死独一 也不想等假交换 只是平静地朝着独一说道 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理智 我一定会杀了你 独一也承诺到 如果有这么一天 自己绝不反抗 西娅则是被那纹身所吸引 原来你来自克利亚之眼 难怪你面对魔化的独一这么淡定 听到陌生的词汇 独一也来了精神 西娅也朝着独一角竖起 克利亚之眼是位于 大陆最左边的城市 那里很流行用机器钢铁改造身体 甚至把除了脑子的东西全部换了 珊娜也大方地承认到 所以对于我来说 形态什么都不重要 只要脑子正常就行 而后更是一把推开一脸吃向了西娅 还是先想想怎么对付面前的魔灵吧 就在这时 一道有力的声音也传了过来 原来竟是形组织的成员赶了过来 并发现了独一等人 红发男子更是对着独一等人说道 二次选拔已经结束 请往东门走 先去那里避难吧 对于形组织的正式成员 西娅又一次地犯了花痴 但却被身旁的独一打断了 乌喊着西娅准备先行离去 就在几人相互交谈离去之时 一只藤蔓更是刺穿了一道人影 惊陷他们的身前 西娅最终战胜了恐惧 宣布自己不是懦夫 在那之后 几人也朝着身后看去 西娅更是大叫了起来 卧槽 她越来越大了 魔灵 珊娜更是陷入了狂暴之中 疯狂地甩动着身体 西娅更是害怕地抱住了脑袋 珊娜现在吸收能量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了 她会越来越强 而我们 将会死在这里 所谓的安全区已经没了 无论如何都逃不掉了 小姐姐看着西娅闹肿的模样 更是气得大骂了起来 像个男人一点 娘们唧唧的 捉着一条紫色的触手 更是朝着西娅袭来 独一一个剑步闪身 挡在了西娅的身体 一把将气抓住 然后一击手刀斩断了那紫色铜脉 并担忧起后方的战斗 准备独自一人孤身前往 小姐姐看着只身前往独一 也大喊道 等等 我跟你去 独一也没有拒绝 可小姐姐一起朝着后方奔去 只留下西娅一人呆呆地在原地呢喃着 你们没听懂吗 我们会死的 一个个的都搞什么 都说了会死的 死在前面和后面有什么区别 西娅的心中此刻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并重新振作了起来 咄魔的 搞得我多弱一样 战场这边 魔灵珊娜更是放飞了自我 疯狂地释放着不祥的气息 一旁的老弟更是朝着坦尼亚求助起来 这是珊娜的核心 但是珊娜已经暴走了 我们还是撤退吧 已经无法阻止她了 坦尼亚却并没有后退的打算 大声回应道 那不正好 说明我们已经找到了她的死穴 坦尼亚见此也不顾众人阻拦 手中魔法阵瞬间亮起 试图以一己之力封印魔灵 而这一举动也遭到了队友的怒合 你疯了 你是以治疗为主的 根本不擅长封印 面对队友的责备 坦尼亚仍旧保持着酷酷的模样 所以啊 我需要你们的力量 罗灵珊娜再次爆起 被贯穿胸膛的独一选择独自面对 于是 在大家的一同努力下 坦尼亚也得以安静地涌唱起封印的咒语 或许是咒语起了作用 刚刚还狂暴不已的珊娜也安静了下来 与此同时 一众人更是纷纷抵挡着来自珊娜的攻击 爆炸头更是指向一男子的身后 当心 一紫色藤蔓更是惊陷男子的身后 朝着那男子的脖子甩去 突然间 这藤蔓便在距离男子脖梗处不到十里米的位置停了下来 见攻击停了下来 这男子便伸手朝着藤蔓摸去 这是怎么回事 身后的爆炸头一脸恍然大悟地说道 一定是队长他们找到了珊娜的核心 坦尼亚小姐的封印遏制了魔物的动物 我们的机会来了 半空之中 一个个能量球也被逐一击破 竟是独一他们及时赶到 为前线的坦尼亚分担着战斗压力 而这能量球则是供给魔灵珊娜的能量 西亚也指挥起独一二人 前面竖直方向 高度半斗 后侧方 斜平面 随着西亚的精准指挥 以及独一他们的默契配合 一个个能量球也瞬间炸开 引得一众人的惊叹 西亚见众人仍旧呆愣在原地无动于衷 更是大喊了起来 你们也动起来 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 请大家一定要尽快击破这些能量球 众人也被西亚的话语点燃 纷纷举起武器 齐声大喊 冲冲冲 在大家的帮助下 更多的能量球也被足以支持 珊娜的核心战场 行组织的队员们 也纷纷为坦尼亚的强大而欢呼不已 但坦尼亚本人却是眉头紧锁 这股气息不对劲 魔物的本体怎么会这么弱 一时间 坦尼亚好似察觉到了什么 紧接着就是魔灵珊娜 更为恐怖的狂暴气息涌现出 一众队员也纷纷大惊 后方的蘑菇头还在感慨着 西亚办法的效率至高 照这个进度下去 坚持到队长带人回来都不是问题 殊不知危险悄然逼近 那沉浸半想的紫色藤蔓 又一次地动了起来 一击爆了蘑菇头的脑袋 魔灵珊娜更是得意地吼叫了起来 仿佛是在嘲笑众人的弱小无知 小姐姐也诧异地喊道 怎么回事 封印失效了 魔灵珊娜也注意到了西亚他们 并冲着他们大吼了起来 下一刻 竟突然朝着独一动手 瞬间 便贯穿了独一的小夫 西亚二人也紧张地大喊道独一的名 而后独一有力的双手 也抓住了刺入小夫的藤蔓 妈的 真疼啊 我可算抓住你了 混蛋 并回头朝着众人说道 这里就交给我吧 图魔少年终成魔 堂堂魔灵竟被独一当成了下酒菜 坦尼亚看着魔灵珊娜竟然冲破了封印 心中也暗道不妙 并朝着身后的方向跑去 你们守住这里 星境队员那里有危险了 尽管队友还想挽留坦尼亚 但却只得到了坦尼亚惨淡的威胁 战场后方 西亚二人也朝着独一的方向跑去 独一也大声呵斥到二人 也靠近他 并叮嘱到二人 抓紧时间去破坏能量球 不能让他再增强自己的实力 随即一把拉扯住珊娜的措手 借助惯例朝着珊娜的脑袋一脚踹了上去 但这一击却并没有对珊娜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反而被珊娜抓住了独一的脑袋 一个转身360度大旋转 借助幻星扔飞了出去 雷得如这风银声 激起了阵阵烟尘 秉持着有烟无伤的定物 独一也重新站了起来 化作一道紫色的傻光 瞬间划过了珊娜的整个躯体 而那被独一划过的地方 纷纷出现了一个光滑的切口 魔灵珊娜也被瞬间秒杀 西亚二人见独一如此强厚 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还不等珊娜彻底倒下 刚刚被斩断的身躯 竟然快速地愈合起来 这一幕也将西亚二人吓了一天 同时联想到珊娜 可能已经吸食了太多的人量 竟有了自我修复的能力 坦尼亚急切的声音 也在这时传了出来 赶紧离开这里 这里就交给正式队员吧 这个等级的魔物 可不是你们可以对的 快 还没来得及说下去的坦尼亚 也被面前的一幕惊呆 看着魔神话的独一 也试探性地说道 你是独一 你是魔灵吗 独一见子 也并没有过多的解释 只留下一句自己并无恶意 纵身一跃便继续 朝着复苏的珊娜杀了过去 坦尼亚虽然震惊 但现在却不是谈论这些的时候 只需要等待队长就好 独一也在与魔灵珊娜的对决中 占据了上风 并不断地朝着珊娜发起攻击 珊娜等样一次次地 在独一的攻击下倒下 站起 但独一却不给她任何击 抓紧每一个空隙 朝着珊娜的脑袋上斩去 随被独一的最后一道斩击落下 魔灵珊娜的脑袋 也终于与她的身子分了架 西娜也激动地喊着 成功了 成功了 但仅觉得坦尼亚瞬间察觉到了不对 她的气息还在 独一看着终于击败的珊娜 也不由地尝出了一口气 并因为这场战斗消耗了太多的体力 导致自己的肚子也提出了抗力 下一刻 倒下的珊娜竟然又一次有动静 独一见此也紧张地看了过去 只见一团团绿色浓液 竟慢慢地具现出一张张人脸 不多时 那人脸便布满了全身 一句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语 也不断地传了出来 好痛啊 好痛 坦尼亚的脸上也布满了精句 珊娜竟然开始有微语言能力和自我意识 但独一却没有丝毫地害怕 反而露出了可怖的笑容 并不断地舔示起自己的嘴唇 魔灵世荒的本性也终于暴露了出来 独一这一刻也彻底化为了真正的魔神 珊娜感受到这熟悉的气息 声音中也微微有些颤抖 世荒 只见独一纵身一跃 便已来到珊娜的面前 同时伸出了利爪将那绿色人影抓在手中 珊娜庞大的身躯也在这一刻停下了梦子 那绿色头颅中更是惊惧地大喊 快逃 并试图用言语阻止独一那渴望的眼神 快住手 是慌 但身陷饥饿的不一又哪里管得了正常 大口大口地啃食起来 珊娜身上的人脸更是痛苦地挣扎起来 试图逃离独一的虎口 就在这时 梦就突然出现在了战场之内 那充满威严的声音也响吃了整片战场 现在 就由我来结束这场闹剧 一拯救众人而化身成为魔神的他 如今却遭到了来自人类的审论 就在刚才 姗姗来迟的梦就也朝着独一的方向跑去 就在接近的瞬间 也被独一危险的本能察觉 同时伸出利爪挡下了这致命的一击 并抓住这等空隙伸出右手抓向了梦就的宝剑 被魔神控制后的独一更是发出了野兽般的怒吼 手中握紧的宝剑也被硬生生抓断 失去武器的梦就也仿佛打开了力量限制器 双指并立朝着独一的额头点去 仅是一击便将化神魔神的独一瞬间击败 被忽略的珊娜则是满脸截厚余生的名 只是刚刚打开了那位神秘人留下的神秘传送门 便直接被一道道细线穿透了身体 梦就见此也猛地朝后一拉 那刚刚还因为逃过一劫的珊娜 此刻却变得满脸惊恐 在控制住珊娜之后 梦就也轻声念出一道咒语 只是瞬间魔灵珊娜便被捆成了一团 随着红束绳不断地收紧 珊娜也直接成了一道道紫色的肉团 而那一个个肉团则化作了一个个人脸 分别朝着六个不同的方向跑去 而珊娜的本体也得意不理 这等逃脱手段自己可是研究了百年 还没来得及继续高兴便撞上一个坚挺的靴子 梦就也朝着珊娜的本体抓了上去 一把便将真正的珊娜捏成了碎渣 与此同时其余的肉团也在同一时间炸来 解决完一切的梦就也朝着身后看去 只见被捆绑住的独一嘴中仍旧不断地大喊着美味美味 见梦就朝他走来 独一更是兽性大法 试图以这种姿态吞下梦就 梦就见此也轻轻感叹 果然出容的野兽就是如此不可控制 突然一道蓝色的光圈出现在独一的身侧 原本狂暴的独一 也在这蓝光的加持下变得安静了下来 等独一再次醒来的时候 只记得梦就控制住了自己 并被医务人员驾着离开了现场 而在这期间 坦尼亚更是化身成为科学狂人 在独一的身上不断地尝试着各种要紧 又过了几天之后 独一居然奇迹般地恢复如初 而这一切也离不开坦尼亚的各种实验 独一见小矮子的脸居然离自己如此之际 也警惕地开口质问到西亚想要干嘛 在后方的坦尼亚仍旧是一副酷酷的模样 叫喊着西亚二人 明明应该是我第一个问话的好吗 长着主角脸的帅哥 竟成为了少年后半生的托福 本以为会被孟就灭口的独一 却奇迹般地出现在了病房之中 整个房间便只剩下了孟就和独一二人 病床上的独一率先开口 你保下我 并帮我隐藏魔人的身份 是为了让我成为你的刀剑 帮你驱除魔物对吗 孟就轻轻点头认可了独一的猜测 沉默片刻后 独一继续说道 我会成为你最锋利的剑 作为交换 我希望你能帮我找到变回人类的办法 孟就突然明白了独一的想法 原来你打的是渊之地的主意 独一却不明白孟就在说什么 见独一宛如白纸一般 孟就也耐心地解释道 渊之地是行组织封印书籍的地方 在那些被封印的书中 有一本记载着你想得到的法 不少魔人为了找到那本书 潜入渊之地 不过 他们全都消失了 听到这样的消息 独一也打消了自己去寻找的打算 并将这等重任交给了孟就 或许在找到点击之前 自己可能会死 但独一却还是选择了相信孟就 孟就对于眼前少年无条件的信任 也只得微微叹息 默认了独一的请求 同时叮嘱到独一 如果在这之前你失去了理智 变为了怪物 自己将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 再听到孟就变相地认可 独一激动地询问起 孟就什么时候动身 孟就告借独一冤之地不是想去就去 但自己会尽快努力 说着便转身离去 见孟就离开 独一赶忙叫住了他 询问到自己魔化被很多人都看到 那些人 不等独一说完 孟就神情淡漠地看向了独一 他们都死在魔物手里了 第二天 独一也开始尝试下地走路 刚走两步 却跪倒在地 恰逢此时 小矮子突然出现 亲切地喊到独一的名字 随后便看到了给自己行贵败礼的独一 就在雷云上前搀扶独一的时候 却被身后的小矮子拦了下来 只见独一的身前猛地爆发出一道金光 一个蓝紫色的小宠物突然出现 小矮子看着傻眼的独一 解释到他叫索菲梦 年幼的索菲梦没什么攻击性 又通人性 关键是特别好养 在市场上特别受欢迎 一只就可以卖到一万金币 说着就朝着那个呆萌的魔物抓了上去 惊咚人性的小兰并不准备乖乖听话 直接跳了出去 小矮子心中一凉 一万金币竟然自己长腿跑掉了 作为合格的守财猛 西亚也直接追了上去 独一二人却是满脸黑线 麻木在了原地 那之后 刑组织对独一等人开展了严格的体能训练 身为女儿身的雷云却总是超常完成 一段时间过后 独一惊讶地发现他们三人的配合 竟逐渐默契了起来 而这一切的准备 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可恤 三人来到集合的地点 却只看到了孟菲的广告牌 就在三人满脑子问号的时候 坦尼亚突然从孟菲的广告牌后跳了出来 对于坦尼亚的整活 三人也已显得见怪不怪 坦尼亚见众人如此反应顿感无趣 同时打开了身后的大门 欢迎来到行组织的武器库 你们的任务是 从中选出自己的本命武器 眼前出现的一幕也让三人目瞪口呆 似乎没能想到所谓的武器库 竟然是这样一番模样 每把武器竟还自带光效 坦尼亚也介绍到 这里有着各式各样的武器 而你们的能力 招式 用法 决定了他所能发挥的力量 在符文大师与武器大师的研究下 这些武器也变得非比寻常 不仅能斩杀魔物 还能封印魔物 魔灵 即使是一个小孩 在碰到了合适的武器后 都能发挥出非比寻常的力量 而有的武器在岁月的长流中不断地成长 并诞生出了所谓的气灵 若是能人气合一 力量将会无可匹敌 武器库中 这类武器也不在少数 来吧 选择独属于你的武器 选择你们的人生吧 这个男人看似无力的攻击 却引得外面的世界动荡不一 在见识到武器库的全貌之后 小矮子竟不受控制地摸了上去 仅仅只是触碰到光球的瞬间 一个有着奇怪形状的铁器 突然朝着小矮子砸了下来 维云刚准备上前查看 小矮子却挥手表示自己的脸皮后不怕 坦尼亚看着面前宛如马桶般的武器 信口开合地说道 这是一件顶级质宝 小矮子一听两眼冒光 没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东西 不仅可以用来拉屎 还能够用来提高发明武器的成功率 随即报警了独属于自己的武器 表示要和她过一辈子 坦尼亚又朝着二人说到她是个例外 你们的不会跟她一样离谱 而后独一和雷云紧闭双眼 感受起了属于自己的能力的心 一旁的坦尼亚连连赞叹 就是这样继续加油 在二人的召唤之下 一柄柄武器也仿佛有了灵魂一般 竟然有序地朝着他们二人的方向飞去 两人的心中竟同时察觉到了 那股力量是把黑道 只见雷云的头顶突然出现了一道蕴窝 一柄武器也从中出现 紧闭双眼的雷云猛地抓出 一时间 那柄长刀仿佛与雷云融为了一体 挥舞一阵之后 雷云由衷地感叹这柄长刀超级顺手 完美符合了她的心命 一旁的独一也已经变为了陌生形态 虽然刚刚不是自己的武器 但确实感应到了她的存在 在独一的强大意念之下 所有的武器都为之雀跃 争先抢后地想成为独一的专属 一旁的小矮子也投去了羡慕的目光 突然间 一柄长剑猛地从小矮子身后射出 朝着独一的身边汇聚 坦尼亚一时间竟从独一的身上 看到了当年队长的风范 面对如此多的武器选择 独一不由自主地朝着前方伸去 就在抓到的瞬间 所有的武器都接连掉落在地 不明所以的独一朝着坦尼亚 投去了疑惑的眼神 坦尼亚也表示头一次遇到 顿感失望的独一便再次冥想 地上的武器又一次地微微颤抖 但与之不同的是 这次的武器似乎惧怕着什么一样站立不止 突然间 所有的武器竟朝着一个方向飞去 坦尼亚一脸惊喜是气灵 独一体内有失荒的力量 气灵想要认住 但随着心一扬处于一体 便会打破之前的平衡 在独一的体内相互争夺起来 独一的眼中又挂上了那日魔化后的生态 刚要上前的小矮子却被坦尼亚拦下 若是独一能够挺过去这关 对他而言将是巨大的提升 独一的停 两个暗黑色的魔兽开始了如火如茶的争斗 最终还是身为魔灵的世荒更强一些 一口将那武器的气灵吞入腹中 世荒又一次地迎来了新的进化 独一这时也恢复了神志 浑身绽放着紫色的气焰化为了魔灵世荒的虚意 获得武器的独一也显得迫不及待 猛的一刀朝着身侧展出 随着一道紫光闪出 地面上竟然只是多出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看着地上的口子 众人不由的大失所望 武器不知外的地方却产生了他的震动 本来准备趁孟纠不再捣乱的幕后 黑手突然停止了动作 一脸笑意地看向了震动传来的方向 是上次魔化的那小子吗 少年吃下几口不明尸体的腐肉 没想到他竟然进化成为魔神 原来那具尸体就是上古魔灵世荒 几千年前被几位大能联合才将其封印的存在 陶渊村内安琪拉请求村长帮忙继续寻找 已经失踪十多天的独一 就在这时安琪拉背后传来呼喊 迎面奔跑而来的正是独一 安琪拉立马冲上前和他紧紧相拥在一起 独一还专门准备了兔子送给他作为惊喜 突然间一张大网将他困住 与此同时走来两人 而他们正是推独一掉入井内的小嘎嘎 安琪拉连忙上前阻止二人的所作所为 没想到小嘎嘎不听劝 反而想趁机卡油 目睹这一场景的独一怒了 眼睛瞬间变得赤红 头上长出犄角 魔神之力显现 两个小嘎嘎见此人都傻了 口中大喊着妖怪 独一瞬间冲到他们面前一把掐住小嘎嘎的脖子 根本不给他们反应的机会 转手就是按在地上 同时手中的利刃快速落下 眼看就要嘎了他的小命 好在安琪拉在背后一声呼喊唤醒了他的领志 这才放开小嘎嘎留了他一命 独一回头想靠近安琪拉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没想到从小的青梅竹马此刻却也连连后退 独一满脸的失落 我不是怪物 为什么 转眼村长就带着村民抄着家伙对他进行围堵 他呵斥道 独一 放下屠刀 跟我们走 独一脸色变得阴沉 这些年我被人欺凌 却从来没有哪个大人为我主持公道 如今我成为怪物 并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 却遭到全村人的围堵 你叫我怎么跟你们走 村长民众问道 这么说来 你是进过境地了 随即立马派遣护卫队上前请拿 如一不甘示弱 魔神之力再次显现 突然间不知道哪里来的魔兽将全部人包额 村民在魔兽的攻击下毫无还手之力 村长一边抵挡着魔兽一边按道糟糕 肯定是独一变成是荒而引起的惊变 眼看他就要成为魔兽的口中餐 一道身影在天空闪过 历见之下魔兽瞬间被秒杀 随后他又在人群中不断地团索 解决完一批又一批的魔兽 而这人正是独一 今天他就是要证明 他独一不是魔兽 赵年本是人人喊打的魔兽 没想到成为了全村人的救世主 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眼前这个女人 就在刚刚安琪拉突然遭到魔兽的偷袭 眼看就要命丧黄泉 独一的身影出现 历爪之下魔物瞬间被撕成两半 转身一把抱住要摔倒的安琪拉 不远处一个老头目睹了全过程 他满脸的不可置信 他居然救下了安琪拉 难道他还保留了人的感情和神志吗 随着魔兽的越来越多 村长和他决定启动B计划 由老头负责疏散村民离开 另一边的独一握紧安琪拉的手表示 跟我走吧 我带你离开这里 却遭到安琪拉的拒绝 因为他想要独一救下被魔兽围攻的村民 独一得到这个答案满脸的失落 我拼死拼命救你 你特么地把我当工具人 此时的老村长冲在最前线和魔兽对抗 但随着魔兽越来越多 很快他也被魔兽突入袭来的触手缠绕 村民在这种关键时刻 竟然选择卖掉村长独自佛命 危机时刻独一的身影再次出现 只见他凝聚魔神之力围绕周身 冲刺之下伸出左手一击力爪打出 下时间两道紫色攻击朝魔兽飞去 并且伴随着地面的碎裂 一阵爆炸声响起魔兽就此被解决 目睹这一场景的村民纷纷震惊不已 独一对此露出满脸不屑的侧脸 此时的村长才发现独一才是那个大头 他连忙说道 独一 不管你是不是魔物 只要你能救下村民呢 话还没说完就被独一打断 别误会 我只是为了安琪拉而已 带他离开这里的想法 这次安琪拉答应了下来 就在这时撤退的人群中 一名小孩不小心被石头绊坏 安琪拉见此不顾独一的阻拦冲了上去 在他抱起小孩同时也给了魔兽有可乘之机 等他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 魔兽上来就直接嘎掉了他的腰子 独一见此彻底漠了 冲上去就是将魔兽五马分尸 当他抱起安琪拉时已经没有了声息 独一像疯了一般仰天咆哮 表情逐渐争 接着更是直接掐住一名村民的脖子举在半空中 难道他要对村民大开杀戒吗 这是我见过最快领盒犯的女主 出场不到两集坤就没了小命 只因他没有经过两年半的练习 救出来搀扶摔倒的小男孩 从而被魔兽一招秒杀 舔狗男主看到后痛苦的仰天咆哮 狂暴的魔力外现令人背后发寒 这时人群中竟有人提出要把他这个怪物抓起来 独一听到后愤怒的一把掐住那人的脖子 他想不到自己就吓得是这些不懂得感恩之等 见此情景的村长连忙开口阻止 安琪拉不会希望你这样做的 听到安琪拉的名字独一一把丢下那人 随后抱起安琪拉的尸首对着众人说道 我不会报复你们 也不会留在这里祸害你们 这时老村长喊住了独一说道 有个办法能让你变回人类 独一眼前一愣 对于这话半信半疑 村长接着说道 在桃园村历代村长流传的典籍中 就曾记载人类和魔物转换的方法 可随着时间流逝具体的内容已经失传 但别的组织可能还有记载 你随着东南方向一直前进 找到行组织或许他们能有办法 听到这话的独一立马一路朝东南方向前进 另一边 一群人正在围堵一只巨型魔兽 突然魔兽发出河东诗吼超音波 强烈的声响震的众人头皮发麻 趁着这个间隙魔兽画出传送门想要逃跑 就在这时一名全身围绕着红线的金发美少男出现 二话不说就操控着红线朝魔兽追击而去 没想到红线并没有软用 还是被魔兽逃至夭夭 金发美少男见此气的咬牙切齿 他的手下对此也发出不满的声音 为了稳住军心他安抚众人解释 当务之急 是另一件事 空野的出现会造成各地魔物的造物 这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 随后他立即派遣三人去寻找空野诞生的魔物 与此同时 独立听说行组只要选拔人手的消息来到了夜场 但此刻他的状态非常差 因为一路上他都是用魔物形态打入 饿了更是直接吞噬活物 现在只要受到刺激就会现出魔物形态 而独立不知道此刻正有无形的危险朝他靠近 赵年迷迷糊糊刚睡醒 没想到床边站着一个妹子称自己是医生 现在要给他做全身检查 只见妹子动手戳了下脑袋 再揉了揉手说道 没什么大问题 身体嘎嘎棒 可下一秒妹子竟直接掀开被子表示 还有那里也需要检查 独立懵逼了 连忙说道 我兄弟就不用了吧 妹子微微一笑解释 我只是为了你的健康而已 作为医生我是专业的 就在三天前 独一在身像中看见一个小孩被蜘蛛魔兽捆绑 对此他二话不说直接一脚将其踹奔 接着一个365度平稳落地成功救下南海 突然周围散出浓烈的毒气 独一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中毒晕了过去 当他睁眼醒来之时 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房间内 经过和这里的主人交谈过后 才知道原来是行组织的老大孟丘把他救到这里 好巧不巧 这是大门外走来一个金发美少男 此人正是孟丘 独一立马变得警觉起来 表面强装镇定 其实内心慌得一批 难道是被他看见了我的怪物形态呢 只见孟丘上来就表示要和他单独聊一下 他开口问道 当时你在现场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独一连忙摇头表示自己什么都没有发现 孟丘脸色一黑 这次看似是小小的魔兽暴露 但那个魔物可是南方无灵城才有 所以他是被人放在哪里的 独一听到这话也是震惊 但他依然解释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对此孟丘只好作罢 起身准备去组织选拔赛 而这时的独一表示自己也要参加 却遭到他的无情嘲讽 你只是吸了一点毒气就虚弱成这样 上台你注定会死 你还是回家好好享受生活吧 独一听到这话满脸的失落 自己已经变成是慌了 哪里还有我的家 不过很快他就振作起来 本来加入型组织就是为了变为正常的人类 不能变为人类跟死又有什么区别 另一边的叶成参加选拔的聚集在一起 随着孟丘的一声令下 场面变得一度混乱 全部人开始了互相伤害 然而人群中一个小嘎嘎 却悄悄盯上了一个妹子 背着孟丘的一声令下 型组织选拔新生正式开始 众人开始了无限大乱动 没想到在人群中一群猥琐男 竟盯上了一个妹子 面对如此情形 妹子却是微微一笑 反手拿起身后四十米长的大刀 两刀挥出 电光火时间猥琐男全部倒下 不远处头顶带点绿的男子目睹了一切 他会心一笑 原来是这次选拔的水平那么渣渣 难怪会采用这种混斗的方式 此话一出立马引起不满 纷纷朝他围攻而来 只见绿发男转身拿出武器 对着众人就是一顿突突 另一边独一人都麻了 因为他被眼前的这个大坏不盯上 他很无奈说道 咱们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拿我开刀 大块头根本不扭他 轮起沙包大的拳头朝他细去 在这种生死存亡时刻 独一却表现了异常弹地 只见他先侧身一闪躲过攻击 接着抬腿就是一脚 瞬间大块头躺在地上口吐来弄 周围的小嘎嘎见此情形亚麻呆住 原来他是在伴猪吃牢 独一不语里会黑着脸呵斥 别浪费时间 你们一起上吧 小嘎嘎们怂吧 连忙表示我妈在等我回家吃饭 先走一步 一番争斗后 场上剩余的人员还有大部分 没想到孟舅的声音这时响起 表示选拔赛正式结束 根据孟舅的说法 他们要以识人一组自由组 队友的强弱更是会直接光复到 从以后到生死 而独一选择了以绿毛男为首的队友 这时来了名为坦尼亚亚的妹子 称自己是领队 很快在他的带领下众人来到了宿舍楼 最后离去坦尼亚突然说道 在这里你们要像野兽一般解决 听到这话的独一瞬间觉得不解决 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他是在指射 一旁的妹子表示不疑 因为这次选拔实在太快结束了 另一人说道 难道宿舍就是陷阱 以其座椅待毙 独一选择了主动出击 没想到在宿舍搜寻一番后 竟然什么都没有发现 事情绝对不会那么简单 现在的他们只有 另一边 坦尼亚正和孟丘在交谈 你这样做检查委员会说不定会找上门来 孟丘脸色阴沉 表示没关系 一切由他来承担 只见他手中亮起一枚蓝宝石 瞬间宿舍楼那边被一股能量包围 伴随而来的是一阵爆炸声响起 烟尘中一个黑影显现 少年一觉刚刚睡醒 却发现女朋友竟然躺在他的旁边 这可把独一震惊住了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女友早在一个月前就被魔兽杀害 经过交谈后 独一更加离奇地发现 自己和安琪拉居然都不是孤儿 而是村里长老从小收养的孩子 他不敢相信的呐喊 我明明就是一个孤儿 怎么可能被长老收养 老头听此一脸的伤心 你叫我长老 你可是一直都是叫我爷爷的 独一始终不相信 现在的一切都是真的 想想曾经自己掉到禁地变成魔物 安琪拉死了 后来加入刑组织难道都是假吗 看着手中还在散发的魔力 他很快否定了这点 眼前的一切绝对是某种幻境 安琪拉为了给独一证明这就是现实 便带着他游遍村子回忆往事 殊不知独一已经识变了真假 但他不明白刑组织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突然他看到不远处的气王在欺负小孩 不禁暗骂那个家伙还是这么讨人厌 可下一秒 气王居然把兔子送给小孩 独一大喊着不可能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安琪拉却表示他一直都是这样 村里的人本来就很和善 独一眼前一愣 泛起一片绿光 等他回头一看 却发现自己处在一片神秘空间内 而安琪拉在不远处念叨着奇怪的树 独一呀麻呆住了 这些都是什么 突然一把椅子凭空出现在将他定住 紧接着一串咒语响起不断在他耳边排号 稀里糊涂下目光慢慢变得呆滞 与此同时现实中长出奇怪的触手在挥舞 旁边的妹子雷云刚刚气喘吁吁地逃出来 不禁暗骂这次行组织居然玩这么晚 那些被困的人都已经变成干尸了 看着太特么地吓人了吧 突然他在触手上发现了独一的声音 见此雷云立马挥刀斩断触手将他救了 但此刻的独一已经完全沉浸在梦境中 无论怎么叫他都没有反 就在这时触手上的干尸竟然开始在流动 雷云懵逼了 不是死透了吗 为什么还会躲 下一秒 干尸全部被吸收 化为一针魔兽毅力 那个女人上一秒还是一个甜妹 没想到下一秒就变成失血的怪物 就在刚刚独一和死去的女友再次相遇 本以为就此可以和她过上没羞没骚的生活 没想到女友却把她拉入幻境之内 衣衫不整的她就想和独一贴贴 只见独一脸色巨变 魔神形态显现反手就是给她一刀 女友在痛苦的惨叫中竟然变成了怪物 嘶牙咧嘴地就朝独一咬去 对此独一又再次上前补了一刀 原来眼前的一切都是魔物的幻境 就连独一的女友也是魔兽幻化而成 与此同时另一边 雷云和绿毛已经被魔灵的触手团团困住 眼看二人就快支撑不住 本来也被触手缠绕的独一打破了幻境 献出魔神形态三两刀斩断束缚自身的触手 接着又将雷云和绿毛解救出来 二人连忙感谢壮士的救命之恩 独一也不打算隐瞒献出真身在他们面前 雷云见此震惊住了 你是独一 你被魔化了 而一旁的绿毛见此更是压麻呆住 连忙大喊不要吃我 我不好吃了 独一一脸都无语道 我还没丧心病狂到吃人的程度 二人再次愣住了 原来还有意识 不管他们什么反应 独一已经摆好了战斗的姿态 我对你们没有胆怨 但你们想动手就放马过来了 说话间绿毛已经冲了出去 本以为他会上前大战三板回头 没想到下一秒竟抱起独一大腿表示 这盔甲真酷 魔化成这样还能保持理智 独一也是懵逼了 我可是魔物 我不要面子了吗 对此雷云解释魔化了就魔化 你不是还有理智 独一一问道 可是村长说 如果被发现会被杀死 绿毛表示没错 魔化之人曾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 所以魔物一般都会被处于极限 绿毛话风一转 但我也没有说要放过你 作为等价交换 你要帮我追捕魔灵死亡 骑士埃尔泰 面对这样的要求 无奈的独一指明答应下来 随后又质问到雷云是不是要杀了他 雷云表示对独一的形态没有任何担心 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现在一边的危机已经解决 眼下最为重要的就是怎么解决眼前的魔灵 男人好奇地动了一下眼前的触手 下一秒就被干出豆腐花 因为此时的魔灵删那已经完全苏醒 张牙舞爪对众人发动了袭击 西亚一脸恐慌表示他已经发狂了 获得力量的速度越来越快 照这样下去我们会死在这 而且现在所谓的安全区已经不复存在 突然魔灵伸出触手向西亚袭击而去 幸好独一反应过来 抓住触手一掌断 只见他表示前线肯定折损了很多人 我们必须得补上去 这得到了雷云的肯定 二话不说就和他一同前去 只有西亚呆呆地留在原地 还没缓过神案 与此同时 在最前线 魔灵伸那爆发出强大的能量气息 领队坦尼亚剑词也是脸色变得凝重 一旁的小老弟连忙喊道我们阻止不了他 坦尼亚呵斥道 我们现在找到了他的死穴 阻止不了也得上 只见他抬手凝聚法阵 结界拔地而起 小老弟震惊说道 你疯了 你是以治疗为主的 根本不擅长封印 坦尼亚没有就此停下 他大声喊道 所以你们一起来帮我吧 众人文慈和魔灵展开了厮杀 场面陷入一片混乱 刚刚赶来的独一三人 很快就加入了战场 西亚根据测具工具的结果 呼喊着众人 把魔灵的能量球击破 文慈众人也配合起来 奋力地将能量球逐一击破 原本狂躁的魔灵 现在已经没了反 众人迎来了欢声雀跃 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虽然只是魔灵的一部分内核 但本体不应该会这么虚弱 果不其然 下一秒魔兽珊娜 有再次爆发出狂暴的恩养 她本体显现屹立在风中嗷嗷叫 众人见此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此时珊娜已经举起 她的狗爪子准备攻击众人 没想到站在最前面的独一 成为了受害者 触手直接刺穿了她的腹部 雷云和西亚顿是慌了 大喊着独一的名 但独一却抓住触手表示 没关系 却没有半点慌张 反而露出邪魅一线 只见独一伸出利爪 犹如闪电一般在魔兽身上划过 哈叉一声魔兽瞬间断成两半 可没想到这家伙因为吸收太多的能量 刚刚受损的部位 居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修复 独一见此打算趁她并要她命 一击腾空相当脚干到她的脑袋上 接着瞬移到她背后 就是打出一击又勾拳 很快魔兽就倒在了地上没有声息 众人见此欢喜不已 庆幸终于干掉了这个畜生 没想到下一秒魔兽的脑袋上竟长出绿色的藤蔓 转眼间藤蔓幻化成骷髅头 目睹一切的坦尼亚脸色凝重说道 珊娜吞噬了太多的声音 导致她现在演化出了意识和多个分身 现在想杀死她真的太难了 而独一见到这个模样的魔兽 珊娜露出了银姆般的微笑 喉水都要流了出来 珊娜见到独一的样子 内心发起一阵寒战 惊恐说道 你 你是世慌 还不等她话说完 独一就抓起她绿光闪闪的脑袋 放进嘴里撕咬起来 珊娜慌了 喊到不好 她很想逃离却是没机会 只能发出痛苦的惨叫 没过一刻中 剩下的就只有珊娜的无头尸体 与此同时孟娜终于赶到现场 看着眼前混乱的一切一脸的懵逼 令人没想到的是 孟娜第一时间和独一打斗起来 独一凭借魔神之力和她打的互相上下 但因为独一已经失去了理智 这才让孟娜有了机会将她击倒 随后孟娜又利用红线绳和珊娜展开了战斗 因为珊娜刚刚被独一中创 所以很快就被孟娜抓了起来 为了逃跑她不惜选择自暴 变为六个分身朝不同方向逃离 但这又怎么能瞒得过孟娜 很快就识破了珊娜的小百姓 随手一捏干了她的小意 那么 那么 谢谢观看